刚刚呢这个百度TA8这个地方呢 相信大家Snow是非常清楚的 它也没有多少步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就叫02百度 叫TA8Spider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定一个类 class一个TA8Spider 然后定一个enit 这是初始化函数对不对 那什么都不用写先pass掉 定一个run方法 run方法里面呢实现我们的主要逻辑 后续呢我们的parlone都会是以面向对象的方式来写 然后呢大家如果忘了面向对象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可以去看一下技术班的课程对不对 或者呢明天再来读一遍对吧 开玩笑哈 那么首先在这个run方法里面我们说了我们要实现主要逻辑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写下我们的思路 第一步我们要干什么 第一步要干什么呀 我们既然要请求1000个UR地址 是不是我们得有URUR列表呀 所以我们首先得有个UR列表 就是构造UR列表 然后构造完列表之后再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便利发送请求了呀 这个这个思路应该是有的对吧 便利发送请求获取响应 那么第三步在干什么呢 是不是就应该去保存这个itm字符串了呀 因为我们并没有说要提取数据 我们只要保存e-mail到本地对不对 所以第三步就是保存 那么思路就是这三步 所以下面呢我们分别定三个方法来完成对那每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定一个方法叫做getURList 他做的事情就是第一步的事情就是构造UR列表 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RL地址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这是第一页的URL地址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里来 就是self.urltim 就等于它 等于它之后呢有个地方需要改 首先这个地方 这是贴吧的名字对不对 我们现在并不确定我们要爬哪个贴吧 到时候要爬哪个我们就放哪个进去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pn 它是叶码数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打个大呼号 那贴吧的名字我们放什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传一个参数进来对不对 贴吧NAME 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呀 那放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到时候我们在实力化这个贴吧Spider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传参数对不对 贴吧Spider等于贴吧Spider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传个里义进来 那到时候里义它这个字符串呢 就到贴吧NAME这个地方来 那贴吧NAME到时候就会变成里义对不对 那我们只需要把贴吧NAME放到这里拿就好了 对吧 然后加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个URL地址只需要再放验码数进去就好了 它先从0开始 然后呢每次加50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列表 叫URLIST 就等于它 然后呢我们for i in range 1000 我们构造1000个URL地址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URLIST.open的什么呀 self.urltemp.format 什么呀 i吗 i乘以50对不对 就是i乘以50吗 需要做其他操作吗 需要减1吗 需要加1吗 不用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p呢本来就是从0开始的 第一页是0 那刚好呢i是从0开始 0乘以50就是0 对不对 那么第二页的时候呢它是50对吧 那这第二页的时候呢 i变成1了 1乘以50就是刚好是50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 所以最后呢我们returnURLIST 是不是就得到一个URL列表了呀 所以我们呢run方法这个地方 调用一下这个self.getURLIST 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URLIST呀 LIST 那么再做第二步事情 便利发动请求或许响意 那么forURL inURLIST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发动请求或许响意 这个事情 我们是不是一样的也可以拿出来 单准做一个方法呀 比如说第一个方法 parseURL 然后呢把URL传进来 这个地方做的事情就是发动请求或许响意 那么既然是要发动请求 我们就要import requests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 request叫getURL进去传进来对不对 得了一个响意 那么对应呢我们还要加上什么呀 headers对吧 那headers从哪找呢 我们自己定一个对不对 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headers 复制一个过来 那这个headers放到哪个地方呢 放到这儿 还是放到这儿 都可以对不对 我们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呀 因为每次就用这个headers 当然也可以放到tool话函数里面 就是self.headers 等于t 对不对 我们勾到一个字点 然后呢把它放到过来 就是self.headers 对不对 有了response之后呢 我们可以return了对不对 response content decode对吧 是不是就返回这个响意的html字符串了呀 那返回了之后我们可以在这儿接受一下 就是htmlstr 等于self.parseUR 对不对 然后把URL进去 是不是就得到了响意的html字符串了呀 得到响意的html字符串之后 再做最后一步事情保存对不对 那保存呢也是一样的定义方法 比如说我们叫save.html 把htmlstr传进去 那这个地方做的事就是保存 html字符串 那保存该怎么保存呢 怎么保存呀 是不是就ways open就好了呀 ways open 这里传什么呀 这是传保存的那个位置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最终想要保存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 比如说要保存成 里义 第一页 第二天码这种样子 当前由于我们写的是你一巴 所以说我们希望第一页是这个样子 第二页变成第二 第三页变成三 第四页变成四 对吧 那么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要写用诺阿鲁巴 我们这里变成诺阿鲁第一页 诺阿鲁第二页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希望不同的贴吧 不同的页面内容 它们能独立开 不会导致 比如说我们写用诺阿鲁的时候 把你一巴的那个保存内容给覆盖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fair pass fair pass等于什么呢 把它拿过去 放到这里来 里义这个名字肯定是要改的 页码数也是要改的 对不对 可以点format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放什么呀 贴吧的名字 对不对 那放什么呢 贴吧内容 对不对 那贴吧内容 能在这直接用吗 不能 对不对 也不能用self贴吧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self self这个时候没有贴吧内容self是什么呀 self是什么呀 self是什么呀 是不是最终这个贴吧Spider的一个实力啊 self是贴吧Spider的实力 但是当前这个地方呢 self是没有贴吧内容的 所以我们需要让self有个贴吧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定一个贴吧内容 这样的属性 让它等于贴吧内容 是不是 那到时候现在这个地方呢 由于一定的函数 是这个内在实力化的时候呢 最开始执行的一个函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调用self贴吧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已经有了贴吧内容的属性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用贴吧内容这个属性的 对不对 那有了贴吧内容之后 大家在这里需要注意的 我们并不是必须都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只是在后边用的时候 我们才要在这写 如果在后面不用 我们就不用写这一行 对不对 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贴吧内容 为什么我们直接能用呢 因为贴吧内容是它的一个参数 所以在这里肯定直接能用了 对不对 但在后面呢 我们不能直接用 因为在这里面呢 是没有贴吧内容 所以我们要做这一行操作 这个地方理解吗 这一行并不是必须得写的 那么还需要传什么呀 一码数对不对 一码数没有 没有我们给它传个参数 叫page number 传进去就好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放在这里来 file pass 然后后面写什么呢 w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f.write write什么呢 html.str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么在这后面 我们就可以调用下这个方法 时间保存了 对不对 sale.save.html 把html.str传进去 那除了它之外呢 我们还要传什么呀 page number 那page number是什么呢 page number 我们定一个 实现一下page number的 计算怎么算呀 对于什么呀 对于什么呀 是不是urneast的indexur就好了呀 就是ur地址在当前这个urne 表中的位置 是不是 然后呢index是从0 从0开始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真正的一码数 是从1开始的 所以这里需要加1 对不对 这是一码数 这个能力界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p number放进去 然后保存完了之后呢 我们程序就写完了 对吧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调用一下tba name的run方法 实现它执行run方法 是不是 那执行run方法的时候呢 就先做第一行的事情 第一行事情做完之后呢 得到urne列表 一表拿到之后呢 编定它 然后呢 挨个去发动请求 然后呢 保存 当这个循环求出之后 整个程序结束 对不对 当时我们程序就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程序是不会有任何现象的 我们可以在那里打印一下url 看一下 当前请求到哪个url记址了 对不对 那我们跑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好 这个地方报了一个错误 眼熟一下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大家 可能在之前也遇到过 在之后呢 也会遇到过很多次 也会遇到很多次 那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错误说的是什么错误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行数 24行对不对 24行在这个地方 write的时候报错了 write的时候为什么会报错呢 不能把这种 utf-8的方式呢 以ask-的编码格式写进去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以ask-的编码格式写呢 我们想说它以utf-8的方式写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注意了 我们要加个参数 叫incoli utf-8 为什么是utf-8呢 用htm-str 这个字符串呢 它就是utf-8的方式解码的 是吧 所以说 当我们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当我们决定得有这个文件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打开它 就需要以这个utf-8的方式打开 那写的时候呢 它就是以utf-8的方式去写的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你解释了 这个问题 大家 后续还会遇到很多次 注意它如何解决就可以了 添加一个incoli的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我们就不再跑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可能有同学想 我不想跑离一 对吧 lol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lol就在这里 这里来了呀 这个地方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随便点个进去看一下内容是什么样子的 发现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我看一下翻翻翻 诶 我们看到这里 灰色的 为什么会是灰色的呢 为什么这里是灰色的呀 你听一下 这就是灰色的嘛 为什么是灰色的 看一下前面跟后面 这个内容 和这个地方内容 这是什么符号啊 这是html页面 里面的注释符号 对不对 那为什么页面 内容被注释掉了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看一下这儿 好像也是灰色的 也是被注释掉了 对不对 为什么是被注释掉了呢 难道是我们其中有问题 对方服务器 给我访论内容 把它给注释了 为什么被注释 有没有可能 这个页面内容本来就是被注释掉的呢 有没有可能 在灰感器里面 它就是被注释掉了呢 对不对 我们得去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页面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也是被注释掉的 如果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被注释掉的话呢 那说明我们在代码里面 拿到的内容是被注释掉的话 这是非常好理解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绿色的 为什么是绿色的呢 也是一样 看这个符号 被注释掉了 对不对 看这个符号 看这下面 是不是绿色的内容 都是被注释的内容呀 那说明什么呢 这个页面内容本来就是 被注释掉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下面 这下面 好多都是被注释掉 对不对 那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 内容被注释掉了 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 正常的内容呢 如果说 RG前半页面被注释掉 我们正常情况下 应该在里面 看不到正常内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搜一下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可能刚才已经更新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 点击显示网友圆码的时候 它相对于是干什么呢 相对于在这个页面 它是重新的发送的 一支请求 我们知道 T8 比如说你E8 它更新是非常快的 对不对 它更新是非常快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前我们 请和看在这儿 然后我们再去请用一下它 内容可能立马又变了 又有新的东西到第一页去了 旧的东西到后面页面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两边 同时的都刷新一下 这里搜一下哈 第一次在家做饭 做饭这个也没有 看一下哈 十神震霸 友情链接大家都在搜 就是看这个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选择工具 选择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位置 我们发现了这堆立标签下面 对不对 这个立标签 它是在这个UR下面的 这个UR有个ID 叫Thread TopList 对不对 我们来搜一下这个数字 搜一下这个英文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 里面呢好像是有 双鱼座黄金百印记 这是什么呀 往下接着看一看 相亲大会告别单身 相亲大会告别单身 对吧 是有的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书法大赛 两个字的书法大赛 书法大赛 两个字的书法大赛 是一样的对不对 你就让我看一看 史上最冷之史 因为这个 你一般呢 它是非常火的一个巴 可能 它确实两个地方 更新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导致我们在这边刷新的内容 这边内容是不一致的 对吧 但是在置顶这块内容 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 因为它永远都是置顶的 和下面内容不一样 因为下面内容呢 说不定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它立马就变了对不对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 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里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刚刚也发现了 这里的内容呢 它是在注释里面的对不对 那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为什么这里注释了 我们在这边还能看见呢 为什么呀 对于永远亲来说 它做这个事情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比如说它通过GS 把这些注释符号把它给去掉 就可以了对不对 注释符号不就是这样的一个符号吗 对不对 我们把它去了之后 是不是就不会注释了呀 那比如说百度里面可能有个GS 专门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把里面注释内容给它去掉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内容了对吧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出现这种注释的灰色的内容 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程序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两个问题 人家不是特别明白 第一个问题 关于面向对象 可能大家也忘了 所以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面向对象的一些知识 在这个地方有一些PPT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我写了 关于面向对象里面 常见的三个概念的一个解释 首先是对象 类以及实力 虽然说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一直都讲 PP3PP4里面呢 什么都是对象 但是我个人平时是不愿意这样叫的 因为对象就是对象 它指的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客观事物 比如说我现在周图上有一个水杯 有个电脑 有一个麦克风 这是物体 是事物 这就是对象 能理解吗 但是呢这些对象 我们是周围中 周围生活中实在在存在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它拿到我们代码去用 对不对 我们想把这些对象放到我们代码里面去用 比如说天上有架飞机 我们想要在代码里面有架飞机 我们想让我们代码里面的那架飞机 往前飞30米 对吧 天上的那架飞机和我们代码的那架飞机 肯定我们中间是得有些转换 才能把它放到我们代码里面去用的 对不对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把它做到抽象 抽象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通过观察 我们发现天上的架飞机 能起飞 能降落 能往前跑30米 所以我们在代码里面呢 可以class一个飞机 对吧 然后定义一个方法 飞的方法 起飞的方法 降落的方法 往前飞30米的方法 对吧 那么看到天上的飞机呢 它有翅膀 还有轮子 这些属性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内里面呢 也定义一些飞机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翅膀 轮子 这个属性呢 你可以定义到我们的内对线 作为一个内属性 或者作为一个实力属性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根据需求不一样 我们可以定义到不同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定义到这样一个飞机内 定义到之后还没完 那如果说 我想让我家的飞机往前飞30米 你想让你家的飞机往前飞30米 这个时候我们能用的 是用不了这个内的 对不对 我们能用的不是这个内 而能用的是什么呀 这个内经过实力之后 实力化之后的一个实力 因为我把这个内经过实力化之后呢 可能是我的那架飞机 比如我给这个飞机取了个名 叫大尾的飞机 对不对 你给那架飞机取了个名 叫做米斯的飞机 对吧 这是两架飞机 我们只能用自己的那架飞机 也就是实力之后的那个实力 对吧 所以说实力是什么 就是把内进行实力化之后的 我们能用的那样一个东西 能听见吗 所以说现在这里呢 就有这样三个概念 分别是对象 内和实力 它们分别代表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在理解的时候呢 也不要把它什么 把这个内呢 理解为什么内对象 内就是内 它就是我们的代码里面 定义的class的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做到内 那么实力呢 就是我们真正能在代码里面 去调用的 比如说我想让飞机飞30米 那么我让飞机飞30米 这个方法呢 我应该是调用的是 我自己的那架飞机的飞30米 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先要实力化之后 才用 对象内和实力 这三个概念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定义了一个 贴吧Spider 这样一个 爬虫 这样一个类 对不对 贴吧爬虫这样一个类 那么在真正用的时候呢 我们想让这个程序跑起来 我们还不能直接的让它跑 我们希望先实力化它 所谓的实力化 其实非常简单 就跟我们调用一个函数一样 我们调用一下这个类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实力 我们调用一个函数 是不是调用点run 打个块就好了呀 我们调用这个类 不是也是这样子吧 打个块 那只不过呢 有的类呢 我们在定义它的时候 有一定的方法 一定的方法 有参数 我们就需要给它传个参数 对不对 传个参数就能调用这个类的 所谓调用这个类 就是实力化这个类 那实力化这个类 就能得到一个实力 这个实力 我们调用它的run方法 整个程序就跑起来了 对不对 那可能有另外一个同学 他自己定了一个py 他导入了我这样一个t8Spider 他也可以自己来实力化一次 也可以来定义它的run方法 那他想爬 你一八 那这个球写上你一就好了 我想爬路啊路吧 我等你写上路啊路就好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地方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写的代码写的太长了 不好看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代码写的更简单一些 大家用过列表推导式 对吧 列表推导式呢 可能就很少忘了 所以我们再来apps里面尝试一下 列表推导式 我们可以用来快速的生成 包含一堆内容的一个列表 做这样的内容 比如说for i in range 3 那么对这个i呢 我们可以放到这个列表里面去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呀 0,1,2对不对 那对这个i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些操作 比如说i加3 这个时候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这个前面内容可能跟i 并没有关系 可能就是一个a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三个a对不对 相当于只是做一次循环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个判断 if i 百分号2等等于0 这是什么呀 如果这个i是偶数的时候 我们才要它 对不对 如果它不是偶数 我们就不要它 所以整个循环会进行多少次呀 会进行多少次呀 两次对不对 因为0除以2是不是等于0啊 2除以2也等于0 所以会进行两次 所以两个a在里面对不对 那我们在后面写else吗 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写else吗 是不可以的 else这个地方报错了对不对 invalid syntax 语法错误 不能写else 只有if if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if来选择 什么样的i 我们要对它进行操作 什么样的i 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循环我们需要 那else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lse在这边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i除以2不等于的时候 我拿这个i 我放个p在这 是好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是不能写else的 这里需要注意到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写 return self.urtemp.format i乘以50 for i in range 1000对吧 这不就写完了呀 能看明白吗 for i in range1000 把每个i呢乘以50之后 放到这个临时的URL地址里面去 然后把它放到个列表里面来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有了一个 包含1000个URL地址的这样一个列表了呀 非常简单 那为什么要按照下面这种方式来写呢 因为下面方式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一行中写完 为什么还要写四行呢 对不对 那可能有的同学说 我看下面这行看的不舒服 我不是特别熟悉 我感觉看的特别别扭 这是正常的 每个人刚开始看的时候呢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是主流 对吧 上面这是非主流 理解吗 因为我们后续呢 会看很多人去写的一些代码 我们会看到 不管是别人写的代码 还是别人写的一些圆码 别人都会大量的去使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 一方面它是简洁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扁平生于嵌套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啊 在哪见过呀 扁平生于嵌套 是不是在python资产里面见过呀 到时候呢 后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也给大家来看一看python资产 教一教大家如何去写代码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上课的两个目的 第一个让大家教大家写八种 第二个教大家写代码 对吧 所以说后续呢我们会 有很多时候呢 都会这样来写 包括去给编辆命名的时候 给编辆复制的时候 包括字典推导式 所以大家需要尽可能的 把这些东西呢熟悉起来 但也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天天用 大家就熟悉了对吧 这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大家工作之后呢 可能都是两到三连工作经验 对吧 两到三连工作经验的人 不可能写的代码太丑 对吧 都应该尽可能把代码写得好看一些 那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程序结束 我们再来回过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序 首先 我们定义了一个类 对不对 这个类呢叫贴吧Spider 然后它里面有个run方法 实现我们主要逻辑 所谓的在这个地方大家看 我在这里说的实现主要逻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里面不写具体的实现 我们只调用对应的方法 这个方法你可以放到这个内里面 你可以放到另外一个p1文件里面 放到这个内里面 我们self点什么能用 你放到另外一个p1文件里面 我们from import也能用 对不对 反正当前第一行干的事情就是 构造一个URN列表 那么第二行干的事情就是便利方的请求 对不对 那便利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是风景循环对吧 然后对每个URN列表也是一样的 发送一个请求 那发送请求这个事情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URN方法里面 直接把它写完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这项代码 其实都可以放到URN方法里面去的 只不放到这里面来呢 我们在这里专门定一个URN方法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代码仍然非常臃肿 看起来非常丑 对吧不好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 定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别人在看我们的代码的时候 以及我们看我们的代码的时候呢 都会看得非常直观非常清晰 别人看一眼我们的URN方法就知道 我们是先干的这个 再干的这个 然后再干的这个对不对 如果我们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通通的放在一起的话 整个代码是越多起来非常不方便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调用它保存方法 实现一门的保存 然后就完事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 面向对象这种方式 不是特别习惯的话呢 可以再看一下之前的 面向对象的一些代码 当然不看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后面呢 会有很多机会 来写这种代码 所以后续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就上来 就定一个类 然后呢 写上一个URN方法 Intel这个地方可以写个pass 因为后续要什么 在里面再加什么 URN方法里面 就跟我一样来写 首先底下自己的思路 我们第一步应该先干什么 第二步应该先干什么 第三步再干什么 把这个思路写到这儿 然后呢 按照这个思路 一步一步的来实现对应的 每一个步骤的内容 那每个步骤内容实现完了之后呢 我们整个成绩就写完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后续呢 会有很多机会在做练习哈 所以这是关于刚刚的 我们写的这样一个 百度贴吧的爬虫 到这就结束了 你明白吗 好 好 什么 这就不用了